来了,来了,继子弹飞过八年,一不知遥跨过四载之后,由硬汉江文指导的民国三部曲中央,邪不压正终于上映了。 咪小顾作为江大叔的虎灰及迷妹,周末果断选择邪不压正,三连刷除了被高度还原的民国北平经验一脸江文,彭于燕和廖凡三位硬和男神同场飙戏周运。 曲情大秀,欲赌天成的魅力男神彭于燕,还在灰瓦屋顶大碗裸奔满目溢出的荷尔蒙,简直率烈天际。 剧情方面在主角李天然的复仇之旅中,血雨腥风的枪声,剑影扣人心鲜观巧红与李天然的爱情故事又让人向心动,再加上东棉花不痛三十九号帕梅拉安,老西和小猪得安罗匡的民国演语,贯穿整部电影M小故事想说,江,还是老的辣,所谓剧情保护邪毁成员,为防剧透此处省略一万字,而说道达,未十足的江氏神作,不得不提。 另外两部民国题台,电影民国三部曲中的,其中一部围绕合成赋认,故事展开的影片,至今还在豆瓣保持八点气的高分,弄搞笑,葛优与江文的床戏,不要太有力汤师爷,屁股挂束,每次都能笑到窒息论深意江文台词,我是想站着,还把钱挣了,不知道让多少影迷热了盈眶,而电影中,合成上百名赤裸善意的反抗民众似乎又是在, 只在特定环境下,普通民众注定一无所有的悲剧内核,而成为神剧的一部之遥,就显得略显魔幻和饱受争议支持者,称,这是一部超越时代的电影, 其中隐喻讽刺珍珍,剑血下由舒淇扮演的完颜英英,抽大烟,而死完颜正是女真的姓氏女真,就是满人的祖先,象征大清朝, 完颜英的剧情设定正好隐喻大清朝的灭亡,阴压片战争,而且反对着把其归结于滥片,剧情混乱而越偏无数的咪小姑表示, 争议正是江市电影独有魅力,说到这儿有多少小伙伴和咪小姑一样,突然有种想重新翻牌一遍江大腿神座的想法, 不过,考虑到画质清晰度和资源完整性,以此把江文的作品都找齐并不轻松好在, 一部互联网上海国际电影节,正在进行中像90年代华语电影巅峰之作, 反映一代人压抑青春过往的阳光灿烂的日子,剧情荒诞,滑稽专制,各种不开心的有话好好说, 接把江文高喊安红,感想你的表演,放到现在也是经典, 还有据说只有缠绵碰绵过的人,才能使得剧中千百自卑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, 一句我爱你,但与你无关,不知道会再次撩起多少人深满内心的爱情往事, 以上种种经典影片,这次在咪姑手评咪小姑和你一起尽情看个高, 此外,除了江文的代表作品,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, 斩宁的诸如爱情、科幻、戏剧以及惊悚等上百部国内外知名神度, 也将在密布视频互联网上海国际电影节中一一呈现,